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星火的好朋友 Sharon上來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Sharon 你好 Hello Sharon 你可否說你是哪一年拍星火的 以及第幾集 什麼名字 是2006年第59集的星夢傳說 星夢傳說 你可否說給我聽 這個故事的重點是什麼 當年我還很年輕 小時候很想拍拖 和家人之間的關係都有張力 一直去認識神後慢慢去改變 甚至到最後有機會去主流樂壇做歌手 聽你的樂隊叫什麼名字 Eternity Girls 你們成名作呢 成名作是回家 第一首出到主流樂壇的歌劇 是完全說神是愛 發覺很多人很喜歡這首歌 而且出了去樂壇之後 我們一到達就已經拿了一個 有一個新人獎 開始慢慢越來越多歌手 製作呼音的詩歌 甚至後期我們見到 Semi 整首支碟都是呼音歌的 有見證的 我們都覺得 我們這個行動好像施洗藥汗的行動 就好像預備了耶穌的路 我們出了第一隻之後 開始就慢慢越來越多 我們其實起初真的沒有很詳細的計劃 一路祈禱一路去行的時候 上帝就帶領我們去一個職場 進去做了一些導師的角色 就有機會跟我們做一些生命教育 發現原來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特別是裡面的員工很多時 都是很多家庭的問題 很多情緒的問題 真的跟人再深入一點 去分享信仰 是要多一些裝備 所以我當時 我自己去了神學院 報讀了一些課程 一些輔導課程 想去認識多一點 如何去跟人同行 好像神就帶我去了另一個階段 結婚之後 我的另一半是很支持我讀神學 讀了四年神學之後 接著就出來學習做傳導 在我想畢業前一個月 就發現有了小朋友 做一個半職的傳導 同一時間是一個半時間的媽媽 帶著我的女兒一起去學校 一起去開會 一起去關心年輕人 在你身上看到 你的人生真是一個傳奇 你從追夢去希望成為一個歌手 又跟著現在成為一個傳導人 我也想不到 很奇妙的旅程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你的故事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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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認真的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就獲了冠軍 我們四個是完美的合作 黃芳很傻氣 Ruby很勤奮 Eddie在音樂上很厲害 越港歌唱的比賽 其實是由香港和中國大陸一起合辦的 最終也獲得第三 播我們那首歌是第一首 在中國大陸播放的歌 沒想過我們做的可以去到這麼遠 在香港基督教音樂 從來不是樂壇的主流 不過很多有心人仍然不斷努力 像Saren和她的音樂組合 Itality Girls 為的是一份堅持 有很多人因為我們很少的演出 會感動 會認識到神 每次聚會之前 我們都會先為這些人祈禱 我最深刻的是其中有一次報道會 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很大的場景 在醫館 我們唱C歌的時候 他們和我們一起唱很大聲 我講一個呼召的時候 很多學生走到台上 看到很多學生可能在哭 或者在唱歌 很投入 那時候我很感動 因為我沒有想過 我有份 我這麼少 但我有份可以在台上 唱C歌的時候 是見證著一群人去認識 誰有這麼好的神 於是 開始在心裏 覺得原來唱歌 不只是唱歌 我的音樂 原來是可以帶給他們開心 帶給他們有盼望 如果我有得選擇 可能只是很短 只是坦翻一眼都好 我都會希望在 我的有生之年裏 可以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 所以就 好了 和他們一起去全職唱歌 放棄工作 藝然成為全職歌手 Sharon最珍惜的是 和三位好朋友 在台上並肩合作 讓他們的歌聲 可以在這個社會響起 在台上最開心的 就是我們跳舞會走位 有些動作 我們看到對方的時候 那個笑容是最燦爛的 因為知道我們的伴侶在身邊 我們其中一首歌叫做《回家》 很想起自己和家人的關係 或者想起自己都經歷過一些挫折 而這首歌裡正正就 給了一些盼望 我們其實在挫折裡 我們是有出路 我們可以回家 在電台裡都會拿來播 還有上網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去搜尋這首歌 每首歌 說它都有一個故事 每個人也一樣 Sharon就由於和哥哥姐姐的年齡 有一段差距 令她的童年一直與寂寞相連 我會和同學聊電話 一邊吃飯 一邊看電視 但又要做功課 所以就拿出功課 結果就由下午12點到晚上6點 都是同一時間做這四件事 但感覺挺孤單的 因為一個人在家裡 沒有人陪伴我 中學的時候 我也認識了一群朋友 有一陣子他們突然跟我很疏離 於是我就問其中最朋友的那個 他就突然數了我一陣子 為何你當初又不會跟我說呢 直到你們積積了很多問題 幾個人一起才來數我呢 我覺得很傷心 從來都沒有試過被人這樣說 之後我就算也有再跟朋友仔相處 又再認識過一些新的朋友 但已經不再好像以前那麼單純 很難將最心底裡的事去說 一直害望被關懷 不過在朋友間又難靡之心 令Sharon很早對愛情充滿憧憬 在中三的時候就開展初戀 開始看到同學仔一對一對 開始拍拖 我自己其實都很傻 就想拍拖是甚麼呢 我覺得很有趣 很想試一下究竟別人拍拖是怎樣的 我覺得很好奇 又剛好那段日子 有班長喜歡我 開始追求我的時候 他就會特別對我很好 人時會寫些小紙給我 很關心我 很有心思地 可能做一張小卡給你 也有 然後我也覺得他真的很細心 我就被他感動了 會一起上學、放學 他會送我回家 會一起去逛公園 可能打了千秋 回家沒有工作 以前是找朋友的 那時候就不斷打電話給他 然後一會兒就 他的關係變得久前不清 老師調一位 又跟另一個男朋友一起坐 經常跟他聊天 他又教了我很多學習上的問題 自己對他是很有好感的 我覺得好像他比較適合我 於是對他就有些事情 但又知道不是 不應該這樣 他有女朋友 其實我們的關係很曖昧 有一次就是我病了 請了病假 沒有上學 他馬上跌倒來找我 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當我見到這個男同學的時候 然後男朋友打來 然後我馬上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 好像做了虧心事一樣 糟了怎麼辦 我就很戰爭驚地跟他說 你不是那麼方便上來 因為我家人在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內疚 我又拖到 就來考莫了 我很煩 因為好像夾在兩個人中間 我覺得很辛苦 我很坦白跟男朋友說 其實我不想跟你一起了 其實大家都很傷心 我見到他傷心我也很傷心 是因為我覺得我傷了他 我是壞人 最終這個男生也因為我 而放棄了他的女朋友 於是就好像很合理 那就一起了 移情別戀 不過新的戀情 並非好像想像中那麼快樂 相反 Suren的心情 一直落在患得患失之中 對他沒有信心 因為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有一天 他會好像今天這樣 做同一件事 會傷害我 很少的事情 我就會懷疑他 有時候可能他約了朋友出去 我會懷疑他 你那幫朋友有沒有女生 為何不帶我出去 其實很不開心 很容易就會 但那時候其實要考試 應該要溫習的 但始終很多事情在心裏 一直都放不下 其實很多事情想跟別人說 找別人幫 但好像是 好像那件事 是一些不見得光的事 不說得給別人聽 我很喜歡自己躲在房間裡 發呆 看著窗戶的時候 我在想 究竟人生為了甚麼 為何我過得這麼不開心 人死了之後是怎樣 無心會考 Suren最終無法升讀中錄 就在感情前途 充滿一片迷惘的時候 他和男朋友 應邀參與一個 從未聽聞過的活動 我從來不知道 是甚麼報道會 我男朋友就聽他們說 會開心一點 那我就說 那去一下吧 很多音樂 那裏 我覺得那些音樂很舒服 我去到的感覺都很舒服 報道會尾聲的時候 牧師就說 你相不相信 有一位神是能夠幫到你的呢 你相不相信 當你在很困難 很不開心的時候 你只要相信的時候 他就幫到你離開這邊 不開心呢 那我心裡 其實我正正有很多不開心 也有很多事情 很想為人談 但又沒有人談 還有我自己 幫不到我自己 有誰的朋友相信 就舉手 喊了一次 我想 舉不舉呢 舉不舉呢 我心裡 又好像隱約 會覺得 嘗嘗無妨 最後就 不管了 他喊第三次就舉了 然後 不知為何 那一刻舉起手的時候 整個感覺輕了 我覺得很開心 那時候 又會有些陪探員 有個姐姐跟我聊天 原來我當初聽過 我耶穌 祂下來世界 我們受苦 我其實很感動 聽祂說的時候 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好像選對了 Sharon逐漸投入信仰生活 可惜和男朋友的步伐 並不一致 尤其是每星期的主日崇拜 更令他們之間的矛盾 開始浮現 第一次進去的感覺 都挺… 都挺害怕的 因為又不知是怎樣 但進去後 就覺得很舒服 不是那些 噢… 那些 應該是很古老的聖詩 但我進去這間教會 又不是啊 他們在彈的旋律 都是一些很像流行曲的音樂 一直開始唱詩的時候 我被詩歌吸引著 其實 因為我覺得 詩歌的內容有很好 很像我心底裡的說話 開始跟我男朋友 有很多不同 尤其是價值觀上的不同 就要求他陪我回去 煮一殼 但是到了崇拜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陪你回去煮一殼 那你陪我出去吧 那… 就是他會很大掙扎 那我回去崇拜 還是跟他出去呢 那很多時候都會因為這樣 就… 唉… 算了… 就陪你出去吧 很矛盾 他陪了我回去的時候 他又不開心 我陪了他出去的時候 我又不開心 這樣 還有可能以前是同學仔 每天都見 但是… 到了拍了兩年多多 之後 已經不是了 我們都不可以經常見 不是經常聊天 然後… 因為他 開始慢慢沒有當初那麼著緊 距離就越來越大 於是就… 對… 跟他說不如分開吧 其實我很不開心 但是他就… 一口答應我 我又… 我更加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好像… 那你幹嘛拖我呢 很多時間都放在他身上 就好像… 他是我生命裡面 很大部份 突然之間沒有了 其實… 那一個星期 基本上都是耳淚洗臉的 肚子妹不斷來關心 我知道我 原來我不開心 其實我們是… 一起哭一起笑的 那時候我哭的時候 他們都會跟我眼淚淚 那時候 是很感動的 因為… 可能自己… 其實… 其實… 認識神之後 不懂愛的 都不懂愛 但是… 在感情裡面都沒有愛 但是呢 在… 在這群男子妹身上 就看到愛 看到… 就是… 他們… 是… 陪我聊到半夜三間 可能… 可能… 就是半夜五六點 都會有 就是想… 讓我睡得著 讓我可以開心回來 心底最渴望的愛 竟然在人生的低點出現 Sharon回首過往的青春歲月 雖然跌過痛過 但令她對愛有重新的詮釋 發覺自己 沒有真正想過 究竟… 甚麼是拍拖 甚麼是愛 只是懂得… 不如… 你探一下我吧 你疼一下我吧 你陪我吧 去要求… 你怎樣吧 原來… 真正的愛 是… 不計較 有多少東西得到 只是… 付出希望 你感受到那份愛 我每一次拍拖 其實都在傷害我 我下一個 另一本 因為會有很多的… 很多過去留在我心裏面 如果神禮給我 有機會從頭來過 可能是道歹那樣 即是重新… 走回當初的路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還是好像以前那樣呢 那我寧願… 走過那些路 雖然是不好走 其實… 是痛的 但覺得… 那段路對我來說 是… 人生裏面很重要的 現在反過來 會周圍去安慰人 用以前的經歷去安慰人 那… 很開心 因為… 就算信恩耶穌 也不代表這樣的生命 今天 Seren和一班好朋友 以音樂向他人分享生命 就算有唱片公司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夢想 商業機構 是希望… 我們是一個… 有修理方 即是買得的 但我們的重點 不是想要賺錢 而是我們希望 將一些正面的訊息帶出去 在K房裏面聽到的 不會大部份的歌 絕大部份的歌 都是… 說… 哎…我… 我很慘啊 又被人飛啊 哎…你怎麼搶了我男朋友啊 即…全部都是很灰的愛情歌 我們就更加… 會很想… 將我們的音樂 我們這麼正面的音樂 可以帶入這些樂壇主流裡面 那… 我們… 最終都推了這些唱片公司 因為… 我們相信… 我們靠的不是… 這些公司 也都不是靠錢 而是靠上帝 就算我們… 都要經歷很多壓力 譬如經濟上壓力 可能不夠錢花 但是… 很多時候 當我們缺乏的時候 就不知為何 突然有人會奉獻給我們 是… 會… 有及時的幫助 足夠的 最終都是 嗯… 所以令我們更加… 對神是很有信心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們發明星夢 不過我們知道 我們… 不是發明星夢 我們知道 我們的夢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是為神去發夢 也都希望去盡力 盡我們的所能 去完成這個夢想 Oh Eternity Eternity 看完今集星火重現 有否為你帶來鼓勵和啟發呢? 聖經說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耶稣很愛今集的主角 願意和他同行 同樣今天耶稣都很愛你 很想參與你的人生 讓你走上一條 精彩又豐盛的恩典之路 現在請你跟我和耶稣聊幾句 親愛主耶稣 我承認我的人生 很多波折 很多困難 我覺得很不開心 我幫不到自己 我相信唯有你最愛我 最能夠幫助我 我願意打開心門 邀請耶稣進入我心裡 做我的救主 求你帶領我 走上一條光明的路 將盼望賜給我 多謝你愛我 主耶稣 讓星火長延 讓生命改變 多謝你一直欣賞 和支持星火飛騰 我們會繼續努力 拍攝更多感動人心的 勵志故事 無時無刻撐住你 歡迎你立即打來 CBN關懷熱線 號碼是3188-3803 你也可以透過以下的方法 和我們聯絡 如果你願意與CBN同行 請你參加 CBN拍住撐計劃 用金錢撐住CBN 和我們齊齊發掘最地道 最感動的生命故事 實行一人一故事 拍住撐香港 CBN一定會繼續努力 拍更多既精彩 又激勵的生命故事 請你立即追蹤 星火飛騰的Facebook 和CBNHK的YouTube頻道 這兩個地方 都是我們最新發布的主要平台 包括每兩星期一集的 星火飛騰 星火重燃 和每星期一段的 星火三分鐘 請你多like 多share 和CBN拍住撐 祝福更多人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多數是誰 心痛在太美好 齊衝破冷광的世代 跪收見精神 治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